你說大家不要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都是 夾上流 夾高貴 那今天改車呢 他能給我們身體帶來什麼 沒有 要不要去健身 你 去賺錢要健身就是罵 在你的理論之中 這些都是不對的 人就是要做戲 做戲 做戲 看電影 看什麼電影 你什麼車 唱歌 你什麼車 老闆我要假白 我不會假白的啦 你什麼車 人要努力休息 人不是夠 人不是低 人不是賣 不是一天一直催他 一直催他 一直催他 人會爆炸的 官長你有錢我沒錢 我每天都在感恩 我做直播的時候都在謝謝粉絲 試圖把粉絲的錢變成是我的錢 而我的錢還是我的錢嘛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講話就是很直白 該賺錢的時候 我絕對死不要臉 拜託大家趕快來買一下什麼東西 趕快買 拜託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老是還是 沒有沒關係 可以買 可以 但官長我開國產車 我可以買你的襪子嗎 可以 你有沒有看不起我 不廢 不會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開戰 只是你一而再再而三 去講健身房這個東西 甚至叫大家不要去 您雖然有錢 但是你講這句話 更凸顯了你 對運動方面的無知 還有健康上面的無知 這個東西 包含了各項運動員 參加奧運的 參加世界盃的 各個運動員都要遵循的 那如果 改車也是一個多餘的開銷 那您今天的財富 是不是經由這間改裝品 賺到的 那改裝更是一個 多餘的開銷啦 你說大家不要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都是 假上流 假高貴 那今天改車呢 他能給我們身體帶來什麼 沒有 就是一直燒錢 然後再來一點 你講到這個貸款 小弟不財啦 小弟的車也都是用貸款 我覺得貸款車子 真的沒有那麼丟臉 你如果要努力貸款的 你要怎樣怎樣 錢要留在自己身上 可以貸款的 我們當然是貸款 而且不只我貸款 我相信聊天室 更多人 買車都要用貸款 貸款錯了嘛 我們追我們的夢錯了嘛 你講一句好像貸款的人都不是人 該休息的時候 人要努力休息 人不是狗 人不是低 人不是賣 不是一天一直催他 一直催他 人會爆炸的 台灣很多的年輕人 很多的中年人 他們並不是不缺錢 他們也並不是 沒有辦法做兩份工作三份工作 他們是 不願意 因為 他們認為人生要活得舒服 所以並不是說 他們去做額外的興趣 都是錯的 啊你下班人啊 我想小喝一杯 你就罵 你下班人啊 我去健身 你去賺錢 買錢就是罵 在你的理論之中 這些都是不對 人就是要做事 做事 做事 做得賺到錢啊 買超跑 買豪宅 買名牌 買這些沒有靈魂的東西 有錢大家當然都會很快樂 有錢大家都會很快樂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 跟你一樣 踩到時機賺到錢 如果可以重來 我相信你講話 不會是這樣 做人莫忘初衷 當初有多苦 現在就得有多大千杯 館長沒有賺到錢嗎 館長有賺到錢 館長放棄了很多錢 可以賺的 我不賺 可以用的 我不用 因為粉絲跟我同一線 我以後都有錢 我的館長還是這個帥阿羽 還是會這樣子 拜託各位 抖內抖內 我靠各位吃飯的 館長你有錢我沒錢 我每天都在感恩 我做直播的時候 都在謝謝粉絲 試圖把粉絲的錢 變成是我的錢 而我的錢還是我的錢嘛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講話就是很直白 該賺錢的時候 我絕對死不要臉 拜託大家 趕快來買一下什麼東西 趕快買 拜託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老是還是 沒有沒關係 可以買 可以 館長我開國產車 我可以買你的襪子嗎 可以 你有沒有看不起我 不廢 不會 但是我跟各位一樣 你們各位工作辛勞 我跟你持反方向 你之前說12小時機制 我倒是覺得不用這樣 我都跟我的下面的 該休假休假 該工作工作 該玩就要好好玩 不然人生做戲 我跟各位講 人生是你自己去安排的 你要賺錢 去買那些東西 當然很棒 按照您的話 我來對其他的行業 做一個批判 那所有行業都得死 所有的這些消遣 娛樂 都得死 看電影 看什麼電影 你塞什麼車 唱歌 唱歌 你塞什麼車 老闆我要假白 我不會假白 你塞什麼車 不塞勞斯萊斯 你們壞賣你 我知道您有勞斯萊斯 我知道您有保時捷 我知道您有雙B車 然後勒 然後就只有一個字 那你有錢 我贏得人家的尊重嗎 尊重可以用錢買 沒有錯 但是你沒有買 沒有辦法買買全部人 你家大業大 我也知道 你100億好不好 然後怎麼樣 又怎麼樣 你有100億 我有100萬 粉絲啊 粉絲比較重要 錢比較重要 我講一句不要臉的啦 粉絲比較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人型的正做的端 跟粉絲互動是OK的 自然粉絲就會去買你的東西 你就賺得到錢 你看不起 你的粉絲 你就是在看不起你自己 因為你就在賺他們的錢啊 你的飲料店是賣給 勞斯萊斯的嗎 你的飲料店是賣給 雙B車被貸款的嗎 你的飲料店現在還不要講 開國產車的一律不服務 我真的很生氣 我們是健身業界的人 你一直叫大家不要去健身房 烏龍生肚啦 不是塞什麼車啦 你什麼錢啦 請問一下去運動 跟有多少錢有什麼關係嗎 去看電影有沒有 去吃一個飯 也要1000多塊啊 那你是不是不要吃了 照這樣下去 人們沒有生活了 沒有愉快的 我相信你當初也不是這樣吧 人喔 成功之後 都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神 但是你不是 你真的不是 一開始是 現在不是 再有錢 你不能把別的行業幹死吧 你不能指向 這個行業就是說 這個行業就是不好 這健身房就是不好 一定要開什麼車才能去 這行業就是不好 去那邊就在裝逼的 你就是這樣講話 裝逼嘛 裝上流嘛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可笑的言論